不可以毫无目的地漫游过一辈子吗 嗯 我也见过吧 或者就是 有那种 其实走着走着就会忘了自己为什么走 就是一直走 我干嘛把这个搞这么惨呢 不过因为这个汉族 数千年的这个农耕文化 包括儒家的传统 都是一某三分地 都一某三分地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人有这个漫游的冲动 人有浪漫的期待 其实也是一种反省 为什么反省 因为我们就是太守着这个 你看他这个写法 使我想到 因为其实文学类这样的很少的 但是我想到一个人就是三毛 三毛的东西 没人会像他这样去生活 很多人愿意看他这样生活 你看他这个读者的这个这个 这个想望 你说有几个人看了以后 去沙拉大沙漠没有 但大家想望 这其实是在中国文学里 包括现当代文学里面 这是一个很边缘的 但是也许以后会发展得更好 但很边缘的 但实际上你的每一天 不都是只有浪漫和自由的 还是我觉得是非常 他很有规律的在写作 你要做准备 你要回去 你每天要写多少字 就是一种训练 对吧 其实你的具体的每一天 是什么样子的呢 旅途中就是白天打开自己吧 去遇见那些 去遇见人 去看那些东西 然后可能有什么值得记录的 就去写几个关键词 就以便以后能唤醒自己的记忆吧 就是这样 他是为了经历 对吧 经历是为了可以成书 对 那现在这个新冠了 那你不失业了吗 现在怎么旅行 所以在西藏找了一份工作 做一年记者在西藏 就比如说你的目的 为什么不是找一份大公司的工作 或者说多挣钱 人家还是牛津的呢 北大中文系牛津的 对吧 我估计你也可以 本来选择另外的目的 这种目的虽然是为了写书 但是实际上 一定是你喜欢这样度过你的时间 对 我觉得 对 我觉得还是有意义吧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我这些年在国外这种走吧 其实发现很多的中国人 发现世界各地都有中国人 哪怕 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 非洲那个埃塞俄比亚的 雅蒂斯雅白巴转机 遇到一个中国人 完全不会说外语 然后他要跟那转机去这个 布基纳法所的一个下面的一个地方 那有金矿 他去那打工 听都没听过 对 就是西非的一个权势 反正就是很乱的 去那打工 去那的金矿打工 这种他是完全个人的行为 还是有 有中国有公司 有中国人在那 有老板在那去挖金矿 中国老板 然后他就让我帮他去弄这个转机手续 因为他不会说外语 然后我在其他地方也都发现了 比如说在咸海边也发现有中国人 在哪儿也发现有中国人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 大量的这种中国的生意人也好 他凭借着对 不管是对财富的渴望也好 还是对什么的渴望也好 他都在世界各地的这种地方都有 包括刚才他说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那个瑞拉 对 瑞拉那种地方 没电的村子里都有中国人开超市 对 然后我就觉得中国作家 好像他们的笔触没有涉及到那一块 对 这就是我讲的 就是我觉得 有大量的这种世界的经验吧 没有经过中文的去表达过 我觉得 这是让我觉得自己想做这件事的一个原因吧 对 就是他们这些人 其实很多中国人已经离散到世界各地了 但是这他们这些人的 在面对什么样的世界 然后那个地方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其实没有人 你面对比如说各个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的人的时候 你能意识到 就比如说中国人和他们在性格 为人处事 这方面是不是有不同 还是说人本质上都差不多 本质上的东西是共通的 但是中国的文化是 我觉得是尤其是那些在国外 他们是不管闲事 这是特别的明显的一点 不管当地的各种事情 而且都爱种菜 养小鸡什么 自己自足 然后他这种性格就造成了一种什么呢 这种也是特有的中国这种文化造成的 他能做这摊生意 不过也是有交流 非常有 对 我有一次在伊拉克福岛 就一个中国人 他们也不管人家的事 但他会跟我讲 对面那间铺子 卖那个皮拉肥拉 就是那个油炸丸子 特别好吃 为什么 因为那个油是天天换的 这件事情他很在意 那个油是天天换的 徐老师为什么觉得 他说这个很有意思 中国从来是 现在讲的很大的观点 就文明国家 从来一个天下观 从来就是觉得 你遵守我这套天下观念的人 我们就当你是朋友 你超过 但是中国不大去改造那些外面的 包括那些地方 相比之下 英国人 法国人 当他们的帝国扩展到全世界的时候 就有所谓帝国视野 他们到任何的地方 当一个法国人 一个英国人 他们到非洲 或者是到新疆的时候 他背负着整个欧洲文化的优越感 跟眼光 对不对 他有时候一个人就发觉 你一个某一个文明现象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他们是强盗 中国人好像没有那么大的 跑到你这里来 开拓你们 中国人不来教你们 我赚钱就行了 所以这个表面上是很小的事情 但实际上是一个 中国跟世界的关系 如果说中国出现成为一个大国 将来变成世界第一什么 而且加上这么大的人口 就是说这个人口的外移 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就跟以前的殖民主义的那一次高潮 会很不一样 会很不一样 美国也是这样 美国他去什么地方 他都带着他的那套价值观 对不对 你喝可乐了 你进步了 你进步 中国人没这个 没这个 我看到过就有一句话 就是说世界观的匮乏 是由于地理知识的匮乏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就是你如何能建立起一套你的 你看世界的观念 实际上 你说的这个抵达 你要了解地理观念是什么 不是一个什么斯坦 就是一个空的 一个地图上的观念 而是真的你走过去 知道这是在高原 还是在平原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你建立起他们的地理观念以后 你其实某种意义上 你对它是平视的 不会再用一种或高或低的 不准确的观念来看它 因为你就知道 它所有的任何的生活方式也好 价值观也好 都是由于它的地理人文 所决定的 这个在旅行途中啊 就是有危险 或者说害怕 因为你完全是一个人 我唯一一次 我觉得有点害怕吧 是 是在这个吉尔吉斯的天山 因为我在往那深处走嘛 然后就赶上那个冰雹 暴风雨 然后当时环市四周的时候 是发现第一次 就是有生以来 第一次发现 就是周围的环境 是完全没有人为留下的痕迹 就没有文明留下的痕迹 就因为其实在日常的生活中 不管我们再去多荒的地方吧 比如365度转一圈 你总能发现可能远处 有一个电线杆 或者这个路 哪怕没有路 但有车压过的痕迹 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有人 有被文明改造过的 但在那个吉尔吉斯天山 是第一次看到 就是365度 完全没有文明留下的痕迹 那一瞬间将然有暴风雨来 就是感觉还是 比较恐怖吧 比较害怕 然后我就往回走 然后往回走就 走着走着看到 有那个吉尔吉斯的这个 两个牧民 骑着马 在赶着自己的马群转场 然后我就冲他们大声的这个喊 但是那个声音 瞬间就被那个风雨给卷走了 然后但是好在他们就是 在那个放牧的话 眼睛都很好 看到我就是这么挥手 就骑着马就过来找我 然后还带着 带着两个那个牧羊犬 那牧羊犬就在那个马周围 马蹄的周围奔跑 然后那个马喷着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唾沫星怎么因为跑过来的 然后他们就把我带到 带到那个马上 骑回他们那个绽放 不然的话可能就那次就比较危险 我觉得旅行可能 这种时空的转换吧 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 每分每一秒都 都会比日常生活中的那种 一个固定的状态要更清醒 我觉得 然后我觉得旅行另外一点 就是其实你 它为什么有意思 其实你能改变身份 就像你说的 不用 其实不用 那个出了一个车祸 然后你就消失了 嗯 其实旅行也是对这种状态的一个模拟吧 就因为你在这种异国他乡 没人知道你是谁 可能你在国内是明星啊 或者怎么样 但是在异国他乡 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你 然后你可以不当明星 你可以变一个身份 别人问你是干嘛的时候 你可以随便改变你自己的身份 然后你也可以装的 比你日常中更有钱 或者是更贫穷 我觉得这是对人生多种状态的一种细访吧 就是这种旅行的这种状态 你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 对 这种自由感其实是 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匮乏的 就我们都被这种 社会的这种各个东西 所约束 因为你就要做你自己 或者你就要做这个公众形象中的 你这个人 但是在一个异国他乡 你完全可以改变自己的 这种状态和身份